引擎优惑的第三招 第三招就是 网易原始码的HTML标签 必须和搜寻引擎 SEO具有关联性 原始码的HTML标签 必须具有关联性 那这一点呢 也请看一下我们的简报 第三招 网易原始码的HTML标签 必须和搜寻引擎的SEO具有关联性 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 这里 第一点 这是所谓的标头 就好像报纸头版的标题 这边出现的关键字 能够提升你的关键字的相关度 原理就是通常人们在撰写文章的时候 会以这个段落的主题为标题 因此这个段落的文字自然 自然语法 应该标题呈现相关的状态 这个范例H1 SEO H1 什么叫H1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 首先我们拿部落格来举例 比如说这是一般的部落格 那我们到部落格后台去新增文章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段落 那这边有个heading1 head2 那比如说我今天写一段文字 test 那我希望这段文字呢是 它的标标头 那我们在底下再开始写其他文字 其他文字是属于段落 那假设呢 我第二个 第二个heading2 它是不是比heading1还小一点 然后底下是文字 那第三行呢 我再写heading3 那底下是一段文字 然后我们在HTML看一下它的原始码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第一个H1最大 那第二个H2是比较小的 第三个H3是更小的 但是它都具有粗体的效果 像刚刚前面看到的这样 这就是我们讲的标题head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H1 H2 然后这个P P值的就是刚刚的段落 我们再看一下刚刚的P 刚刚这边 这边的文章都是属于P 看一下HTML原始码 这边都是属于段落的文字 属于段落的文字 那第三个 出体字和写体字 在你的关键字上面 加一两个出体或写体 也能增加一点 和关键字的关联性 不过应该也只能增加一点点 但是我们至少让搜寻群知道说 我们很重视这个关键字 所以我们才把它标成出体字